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与儿子之间的情感交流经常被观众们所讨论 这位中国式的严厉父亲在对待儿子的问题上 相信和很多中国家庭一样生硬而严肃 而伴随着旅程中的泪水和自责 儿子的迅速成长和老爸的自我反省 也让父子俩的关系逐渐亲密 相信不少爸爸看过后 也开始改变自己平时与孩子的沟通方式 本期纪录片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同走进林大俊的家庭 听爸爸林永健讲述与儿子的成长故事 我觉得我对大俊还是比较严格的 你看通过做节目 我不希望它走弯路 这棵小树我希望它能够茁壮地成长 将来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所以说我在生活上我还好不怎么浇灌它 也不怎么宠着它 反正是我是觉得该说的我一定得说 父母咱说心里话不可能跟咱一辈子 我也不可能跟他一辈子 将来还是要靠他自己去努力 去打拼 去面对这个社会 我是希望将来他成为动量之财 可能我这个比较老套 比较传统 节目中我们总能看到林永健对儿子的批评教育 虽然过程中有时候过于严肃 但最终大俊都能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 和望子成龙的急切心态 我想可能岁数大有孩子 可能多多少少做父母的都有点 如果我在想我如果是二十多岁 甚至三十多岁 五到五岁 因为到了这个岁数 确实我是希望他早一年的走向社会 至少我这个当爹的可以替他当老风折折五 因为这个他二十我六十 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2001年当时已经30岁的林永健 从广州军区战事化去团转业 独自一人来到了北京 正式成为了一名北漂 到了北京以后首先考虑的一件事情 就是温饱问题和生活问题 那个时候我住在北京一个地方叫车道沟 早上起来要六点钟赶到北营厂去跑群众 一天是三十块钱 我不敢打车去 从我那个车道沟打到北营厂 就得十六七块 这一天一半的老五就没了 那个时候天特别的冷 每一个群众演员发一塑料袋 这塑料袋里边有一杯豆浆 或者一杯稀饭 完了以后有的时候这个豆浆都结冰茬了 那就上了车葫芦个儿的喝下去 练不两口就去拍戏去了 与很多出到北京的北漂一样 林永健背负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举目无亲 前途未卜 对一个三十出头还在外漂泊的男人来讲 确实备受煎熬 来了以后确确实实现实是很残酷的 那几年是比较挣扎 但是现在反过头来想 我还真是特别感谢那几年 曾经我走在大街上 我就看着那个三环 那繁华的街道上 我就经常想 什么时候我拥有一间 属于我自己的房间 我自己的屋子 能够我也亮着灯 在这个城市里面 经历了最初的窘迫与挣扎 2002年 空军政治话剧团的意志入伍通知 彻底改变了林永健的人生 不仅事业上有了全新的突破 也让林永健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这个万万没想到的 我能够二次入伍 到了空振话剧团 因为这个空振话剧团 连敢想都不敢想 我能来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 我没想到的 来了这个团以后 认识了周冬奇 来了空振这个大家庭 让我自己拥有了一个 幸福的小家庭 2002年 出道空振话剧团的林永健 因为一次排练小品的机会 认识了他的妻子周冬奇 我原来就是在空振嘛 然后呢他那时候是借调来 我们一块演小品 有好多的人呢 他就会特别热情的 主动的请我们吃饭 每次都是他买单 我就觉得这个人挺大方的 后来我们就是 有好多人他叫着吃饭没去 完了就我实在是闲的 然后那个他就找我就去了 这个就是好像慢慢 一来二去的这样的 可能就关系就比较近了 我们三个当时是团里 让我们排一个小品 但是我没有想到 他俩排小品的时候 他俩搞到一块了 这个我们也有始料未及 我觉得他俩这个结婚 是属于好像天意吧 他俩是互相都能 采图心思的那种人 你比如说林永健扣 东西一眼就能看出 林永健要扣 林永健一眼就能看出 东西要买哪个 其实两个人在恋爱之间 既有趣有苦闷 同时也挺快乐我觉得 这是过程 相识仅仅几个月 林永健与周东西 便在所有人 惊讶的目光中 悄然完婚 其实我们俩 应该说属于 用今天的话来讲 叫闪婚 当时我父亲 在弥留之际 就跟我说 我希望在我走之前 看你成个家 所以说我就斗胆 那天晚上就把周东西 就约出来 两杯酒下肚 酒状怂人胆嘛 我就跟他说 你也是单身 我也是单身 咱们都住单身宿舍 干脆咱俩啊 和计和计 把那个行李卷啊 一卷 咱何而为一得了 这给组织上啊 还减轻负担 咱俩一个宿舍就完了 结果呢 这个话说完以后呢 他就给他们家人 打了个电话 他就跟他妈说 我想跟那永健结婚 结果呢 我这丈母娘啊 这个也没打门 那个时候是 1月6号2003年 说那你们就8号结婚吧 也很突然 就这么着 我们俩就组建了家里 我记得当时 我们单位分给我了 一个那个 就是小房子 也就个50多平米 就是他把他所有的 积蓄都拿出来给我 他说你去 你去那个装修 就是他是 就一下子 你就让你感觉到 为什么就会那么痛快的 当时他就说 那就结婚吧 他肯定是有他特别的 特别优点的东西 没有一点虚的 就这样林永健 揣着手里 仅有了三万多块钱 与比自己小一岁的 周冬奇 匆匆建立起了 属于自己的脚架 而妻子周冬奇的理解 与信任 也成为了林永健 那时努力奋斗 最大的动力 可以说周冬奇 在什么也没问我的情况下 在我有多少经济基础 他也不知道的情况下 无怨无悔地去嫁人 无形当中 也给了我带来了很多的动力 因为我要去努力 我要去奋斗 成家了吗 你得有这种责任和这种义务 怎么把这个家弄好 所以说那几年 我确实是蛮拼的 也许是妻子周冬奇 带来的好运 林永健此后的事业 可谓是一帆风顺 《历史的天空》 王贵与安娜喜耕田的故事 马文的战争 等一系列作品的热播 不仅让林永健完成了 从配角到主角的转变 更是一跃成为 内地电视荧幕 炙手可热的一线演员 然而享受事业成功的同时 对于孩子的渴望 却成了林永健 挥之不去的牵绊 我们刚结婚不久的时候 确实有了一个 但是那个时候 我的经济条件很差 可以说那个时候 我和冬奇我们俩还计算过 生了这个孩子以后 这个生要花多少钱 那么我们还有多少钱 那时候我很穷 确实是很苦日子过的 后来呢 我们就决定没要那个孩子 我说你年纪不小了吧 是是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 骑自行车也不看着点 就往人身上撞 2007年37岁的林永健 和妻子周冬奇表演的小品 碰撞 进入了小品大奖赛的决赛 俩人在台上的表演颇为精彩 但随着年龄的增大 林永健夫妇发现 早已跨过了超龄父母的界限 要孩子 似乎也离他们越来越远 直到2010年大静的降生 那肯定是高兴的 你想想那个时候我已经41岁有了他嘛 奋斗了这么多年 从一个北漂慢慢成为了一个空军的一员 自己组建了家庭 编了两个箱子来 到现在上有老下有小 确确实实改变了也很多 就孩子刚一抱出来 他就赶紧跟着那个护士就走了 他说怕抱错了 就是我还想 他能想到这样的 就是他就特别的那个 然后他是特别喜欢跟朋友在一块的人 他就是没有朋友 我觉得他活不了的就是那种 大俊刚生出来那几天 他一直在家里面待着 就是剧组大概给了他15天的假 一直没有离开 我觉得这个变化太大了 我都没有想到当时 那我也没说破 他就一直在家里面待着 来 来一拜 起 来 来大俊一拜 起 来大俊扯大俊 鸡闺女请你去 林大俊也要去 大俊这个名字是宁起的吗 是 因为这个俊呢 就是大功告成 拔地而起 因为咱老百姓经常讲 咱们的这个盖的房子 竣工了 封顶了 我是这么 起了这么个意思 大俊的到来 让本就渴望孩子的林永健 欣喜若狂 身边的好友 也为林永健感到高兴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高兴 因为从开新婚的时候 跟这个林健在一起认识 然后呢就知道 就是特别的 林永健特别想到孩子 今天终于在这儿看到了小宝贝 长着一双林永健式的眼镜 长着东崎的下巴 我觉得是他们俩完美的角色 2010年8月25号 我50岁生日的那一天 这东崎 抛福产下了林大俊 所以我跟林大俊有特殊的缘 我们俩特别像的都是 都有特殊的福气 就这孩子啊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必须得让他爸 头两年先活起来 先把钱挣足了 就是因为林大俊确实太有福 咱们举杯为有福气的大俊 健康快乐 幸福得到成长 与很多父亲一样 对大俊 林永健清除了几乎所有的爱 然而为了给大俊 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林永健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工作 也放弃了很多陪伴孩子的时间 他跟大俊的交流 就晚上的时候回到家里 就特别晚了 孩子就睡了 然后他一个是会看孩子 然后第二天呢大俊起来的早 然后就会到爸爸那 就他们两个就在床上在那玩 然后起来以后 他就抱抱孩子 亲亲孩子啊 然后吃完早饭 他就又走了 就是这样的交流 没有说那种特别的 因为他心里面他有事嘛 他拍戏脑子里都是他的人物 他就觉得我应该好好的工作 给孩子能够创造一个好的条件 他最主要的可能是做的是这一期 对于从来没有单独和孩子相处过的林永健来说 本季爸爸去哪儿 林永健经历了太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给大俊冲奶 第一次陪大俊睡觉 第一次给大俊洗澡 经历最初的笨拙 这对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父子俩 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 亲儿子 别我这儿子呀 来 你拿这个帽 他只想直接拿那个楼子 你咋咋地啊 高兴了 好 虽然节目中林永健大俊俩父子总是能够让大家乐个不停 但是军人出生的林永健偶尔也会显露出对大俊严厉的一面 你站这 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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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家人都要我想干什么 然而事后的冷静和感情的抒发也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位中年得子的父亲在对待孩子教育问题上的思考和反省 爸爸十八岁入五当了三年野战兵 在泥潭里摸爬滚打是家常便饭 你是我的儿子 爸爸希望你能跟我一样 有机会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多锻炼 别人家小朋友都敢下去泥潭 救你不肯 爸爸觉得没面子 但回头想想 爸爸太急躁了 没有估计到每个人都有怕的东西 有人怕老鼠 有人怕蛇 你怕脏 怕泥球 而不愿意下泥潭 这没有什么丢人的 爸爸希望自己可以慢慢地走进你的内心深处 希望你给我更多的时间 让我知道你害怕什么 喜好什么 也让我知道该怎么好好的引导你的成长 以前怕的东西以后也许就不怕了 但我们之间的铺子缘分只会越来越深 参加这个栏目 尤其是晚上自己坐在家里看电视 我就感觉像一面镜子一样 很多以前忽略的事情 没想到的事情 都是通过这个节目显现出来了 显现出来了以后呢 也给我敲了很多的警钟 所以说我就想在他上学之前 我拿出这么长的时间 我好好陪陪他 会有没有说看到有 sympathetic 那里眼镜子的栏目 面塑像肯定的 来 咱们 划 来 你这样划 我有一点恶心 他被拽了我一会儿 咱们那个小伙子呢 我先让他划一下 还要搬机器 你这样划 好 回家划 你不要急的话 现在就告诉我 来这儿可以看你妈妈 划吧 好 乖乖乖 来 划呗又划上来了 来 划呗 捂着鼻子啊 好 快一会儿去吧 一开始的想法比较单一 佩佩孩子啊 长长粉啊 但是通过了这个节目以后 就感觉还不是长粉 不长粉的问题了 一般来讲 这个时候都是 明年的工作计划 都已经安排得紧紧有条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没有再做安排 我就想明年拿出时间 好好地陪陪他 因为他明年就上学了 走进学校 那就是走进了一个小社会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尤其是男孩 更需要父亲在他的身边 今天你也看了 我们去游泳 他能够从那个话题上滑下来 当爸爸的就在说 话 坚强 勇敢 面对 往下走 对吧 这个时候 确实需要爸爸在身边了 看完林大俊一家 我们把视线 回到错过了 第一天行程的胡君 没有剩余房子可选的父子俩 直接领包入住了刘叶家 就住刘叶叔叔那儿吧 不要犹豫了 不要耽误这些时间了 好不好 好 那走吧 快走 快走 忍应 忍应 忍应啊 可可可可 可可可 妈 你把鞋传样出来 可可可 我来这儿太 你来这儿太 我来 你 我觉得你来这儿 我来这儿 我觉得你来这儿太高兴了 我看到你 虽然错过了和大家的集体活动 胡君和康康却接到了一份特别的任务 为所有人准备一份丰盛的晚餐 请按菜单 为其他小伙伴准备一顿十二人的 啊 烂辣椒 烂辣椒 雪酱牙 猪血丸子 蒸香肠 甜螺 看下一页 还有下一页吗 一样一样 不玩了不玩了 这也没法弄这个 没有 哎呀你不要太重 这还不玩了 要是不做饭吃 那小伙伴就没有饭吃了 啊 有方圆练吗 这个 这个怎么办啊怎么办 怎么办 没事喝QQ星 做什么 QQ星只喝 这又解饱又解渴 哈哈哈 我觉得有点崩溃 真的 真是崩溃 尤其是对方言 我从来一个不是进厨房的人 然后一下子要做十二个人的饭 来这儿的头一天晚上 我们刚到北京 刚回北京从美国 然后就倒了一晚上的时差 就直接就 早上七点多就飞回来了 飞回来以后就接 接了那么一个重大的任务 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做十二个人的饭 就是 还得自己找 兄弟 您好 这孩子刚生起来啊 几个多 刚两个月啊 男孩女孩 女孩 你看看看小妹妹看 多可爱啊 你看这么小 这个长大了肯定想到爹了 是不是肯定想到爹 还有啊我们这你看啊 我们有一个任务 让我们准备这些食材 您看看您家里面有什么 那个竹筒 咱们这是吃竹筒饭吗 竹筒 我们这里不吃竹筒 这里都不吃竹筒饭呢 是吧 谢地葵 这里根本就不吃竹筒饭 你问他们这竹筒干什么呀 对啊 不为难我们啊 对啊 你这谢地葵啊 又打他 然后又给我们天家麻烦 真是 觉得谢地葵 这次可能走不出这个村了 好像谢地葵他们就在那 哪哪 哪哪 什么竹筒饭啊 什么竹筒饭啊 我问了当地人 人家当地人根本就没有吃竹筒饭呢 阿姨你们家有没有田螺 啊 田螺 田螺 田螺有啊 嗯 谢谢 我的妈呀 这个 谢谢 我的妈呀 在村民们的热情帮助下 食材很快凑齐 然而接下来的做饭 才开始让胡君头疼不已 虽千万人无往矣 一二三四四 一二三四 万个姿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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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像一只小鸟子又自在高高的飞翔 人生短短几个酒 不醉不发羞 十五六岁的姑娘小伙年轻又漂亮 我太能干了 啊 大爷我太想干了 哎呀 刚刚 刚刚 偷从偷冲下来 不是 拔冲下来 好了 你太厉害了 你太厉害了 那人家太严拔了 帅哥 好 用手 给它抓匀了 明白了吗 对 对对对 一样给它抓匀了 好 爸爸现在 哎呦我这菜疯了 对对对 藏仪不行 没事 藏仪没事 人家也不容易 定两口就定两口 对不对 一盐一杯 我好好找一個超大的碗 過來過來起鍋了 過來起鍋 現在想起來是一場噩夢 但是做起來的時候 其實其實真的是挺累的 真的是頂著10插呀 給人家做12 給12個人做飯 容易嗎 但出來的味道 獲得了一片好評 大家都說 哎呀胡軍沒想到啊你 你像能做这东西什么之类的 有一点点的自豪感 今天菜好丰盛 今天所有的饭和菜 都都是胡宾老师精神小处做的 还有胡好康同学 还有我的宝贝胡好康 没有他我是做不出来的 尝尝呱唧呱唧 来 欢迎 父子的同心结力 让做饭这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圆满完成 而第二天 一场变装游戏 又让父子俩的心更走进了一步 胡宝贪 谁 胡宝贪 谁啊 谁 谁 有我的 回来 有我的 我是牛魔王 他不干什么呀 我是他祖宗 你知道我爸的名字叫什么吗 猜错了 胡宾 你知道你爸爸非常非常的爱你吗 你知道吗 没想过 他只拍戏不陪我听编导的呼唤 然后一点都不听我的电话 我给他回电话他关机了 这孩子就说心虽然是个男孩子 但他的心确实挺细的 但是他还一直记着 像这种感觉 所有的这种东西 比如说生活当中的细节堆积到一定时候的时候 他会改变自己的态度 以前我很顾忌 久儿的看法 久儿的想法 所有的东西我都小心翼翼 剩下老二的时候 儿子又是个儿子 我就开始有点促心大意了 但这一点来讲 我确实承认这一点做的 反正说就上这个节目 通过这种东西 通过一个神仙 是吧 然后把这种东西也聊出来 我觉得也是个特别好的那种感觉 看 我回来了 今天那个 女龙魔王以神速通知了我 带了会儿说你对爸爸的感觉 以前爸爸做的不够的地方 请你原谅 好吗 越来越有意思 越来越近 这种感觉比以前要顺畅多了 也没有这么多的尴尬了 然后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也没有这么 有些顾虑啊 什么什么 少了很多了 就是希望就是 有一个到最后 到最后说 你说是不是你跟女龙魔王交心 你跟别人交心 其实真正跟你交心的人 就是你爸爸 你爸爸在那时候 在你很小 在你那时候的时候 其实半野的牛魔王 为了这一次老爸们的完美变身 导演组和化妆团队也是煞费苦心 无论是从服装到去 还是化妆技术上都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甚至为了赶在导演组预定的时间内完成全部装扮 化妆团队所有人更是连夜赶制道具 准备所有化妆用品 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我们这一次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次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这次做的是特效变装 没有休息根本没有睡觉了 一直工作到现在 做特效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让孩子满足孩子的视觉的那种冲击感 孩子在这个里面看到这些人物会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 然后会带来一种不同的效果 早上好 我们在哪家 每一季节目我最最期待的一个场面 就是各位老爸们能够扮成孩子 在心目当中最喜欢的神仙卡通人物 然后突然出现在孩子面前的时候 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反应 会说一些什么样的话 今天的化妆呢 我们也花了很大很大的力气 特意在脸上做了那个倒膜的东西 所以说化妆的时间也就会特别特别的久 老爸们都已经快烦得要命了 怎么花这么长的时间呢 但是真的化好了 能够出现在镜头前边的时候 我所有人都笑成一片 吗 王世仲不一样了 哈哈哈哈 buddies 你认为太像了 我就不明白你的双眼癡怎么了 就是用针线缝了 请问你是那个放兔娃娃吗 我是那个 你那个说崴良子 你这是关世心的 你这是关世心的 四位老爸在化妆间 玩得不一乐 你那个说崴良子 也在考虑要怎样去见 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宝贝 担心一见面就被揭穿了 为此老爸们也是绞尽脑汁 想尽各种办法 当当期来他见到我的第一表情 我想今天这么专业 他不会是出 现在看这个造型 他可能认不出来 最关键的就是 身体的造型 得让他认不出来 我这个样子 这个胸子还能认出来 那就没车了 不是谁啊 不是谁啊 我今天从隧道里面撤出来 就是想找你们一起玩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你人不秀 我是土地公公 村长 罗姨 打坏蛋来 你是假扮的 他是假的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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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伪装 方明轩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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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亲爸爸的话 爸爸 爷爷 学学 真的 我一听着像你的爸爸的声音 但这小子呢 方范意识还是很强 因为刚一去的时候 还有点蒙蒙烟雾的时候 还离着有点距离的时候 他并没看出来 一开始的时候 那我就能感觉 这小子 有一种防范的东西在里面 就是不跟陌生人说话 或者我不跟你接触 慢慢慢慢的 他可能就像你说的 认出来 你就再怎么变声音 再怎么造型 他偶尔总有一个尾音 或有一个个别的声音 他能听到 今天最高兴的是什么事情 今天好像不光是 还有人的神过来了 还有还有其他朋友 你看到谁吧 还有看到 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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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现场认起了肝儿子 爸爸 你可骗人 这都被你干净来抓的 我要坐直升机 这是我吗 不是 这不是我 是你 是吧 这是不是我 帅不帅 超帅 叫我一声干爸 我就带你去 怎么样 干净点 干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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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特别开心地喊了一句 干爸爸 我说亲一下 啪就亲一下 你看在这样一片青山绿水当中 然后和这么可爱的孩子在一起相处 虽然 虽然现在整个人是一个睡眠不足的状态 但是你知道我当时会有多开心 你以后咱们哪过年啊 好 经常一块儿 经常一块儿住啊 为什么呢 啊 为什么呢 我跟大俊 现在关心劲 干爹了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特别好的梦想 所以大俊 你要加油 加油再加油 将来有一天我希望能做上你开的轰炸机 寶贝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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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去哪里呀 有我在今天不怕你不怕 宝贝 宝贝 我是你的大叔 一生别你看日出 一生别你看日出